一分鐘 謝謝 在座的議員還有里長還有我們 最整個開發案 最關心的居民大家晚安 大家好 因為這兩天議員也接到很多的電話 說今天有開發 許出外議員也接到蠻多民眾的電話 說今天有開這個說明會 一定要來參加 議員因為參加這個 DM的自信維持 所以沒辦法來,要我來轉達幾句話 他對所有的開發案 也希望我們市府 官員都和地方 都來溝通 多溝通,多說明 自然而然,大家都會了解 然後呢,他對 過去所有的開發案 他很堅持的幾個原則 就是要爭取 我們的活動中心 市府也有答應 還有圖書館,不是一般小型的 要達到一個分管的階層 然後對所有的 車位的使用 必須要有40%的 對周邊的 回饋來使用 必須要有回饋的價值 這幾點,我代表議員 和大家做報告 我希望政府多聽聽市民的聲音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剛剛為議員做個回顧 基本上,剛剛談的比較是 偏向於都市計畫變更的實驗 還有包含環評 那這一點,我們等一下請我們 都市規劃科邵秀會校長做第一輪說明 包含環評也說明 環評的部分 必要是請環保局補充 好,勞駕,那請開始 我幫你說明一下 剛剛有議員還有理長 這邊有執行政策行程的過程 跟各位報告 確實在101年的時候 市長公布的勾引住宅的基地 是沒有廣執這個基地 那廣執這個基地呢 因為我們一直是到去年 102年的2月才仲裁 市政府可以取得這個土地 然後到後來的這個 森林天堂群的這個突銷 所以我們是到102年的6月5號 才取回這一塊土地 那取回這一塊土地呢 之後呢市府就會 就重新來檢討說 那辦理的方式 我是還要用BOT嗎 還有就是我辦理的內容呢 是不是我要趁這個機會 去做一個調整 那因為新義縣的這個東延段呢 其實它的期程其實是 已經越來越明確了 大家應該剛剛已經有聽到我們說明 在108年會完工 那此外呢就是在過去的這個 從101年 就是說市長的宣誓 希望不斷的增加公民住宅的這個存量 短期的4808戶的這個目標已經達成了 但是呢中長期的部分呢 我們還缺了四五萬戶 那這一塊土地呢已經是市府 台北市政府在這個 就是市區裡頭難得方正 然後大規模的這個土地 那再加上它因為有捷運的這個因素 可以跟它的這個工作業的期程去做搭配 所以在去年的這個下半年呢 才增加了這個公民住宅的這個政策 所以也跟各位在場的這個市民朋友去做報告 那在容積率210的這個狀況之下呢 其實本來就有規劃要做一部分的這個供應住宅 大概是會有500戶左右 可是因為剛剛就是提到說 因為台北市現在要有大規模的公共土地 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來做這個尋找 所以呢才會希望說 那如果是周邊的這個交通環境可以附和的狀況之下呢 那我們來檢討提高這個社會不利用力的這一塊容許利 然後希望能夠來進行 來增加這個公民住宅的這個存量 這是整個政策行程的一個始末 跟各位現場的朋友做報告 那再來是說環評的部分 環評的部分呢 其實環評所有這個要不要實施環評呢 其實都有這個環保的法規 因為它有比較嚴謹的規範 基本上呢如果是做這個社府設施 或是這個開發在市區的開發呢 超過5公頃以上的話呢 原則上這個整體開發是要實施環評的 那因為本來的這個社府還有公園 還有這個商業區的部分呢 加強是6.5公頃 所以就要實施環評 那現在因為我們的辦理方式重新檢討 我們已經不再採取BOT了 所以商業區的部分呢 由我們的財政局另外去做設定地上圈 未來這個商業區的大樓 商業區的大樓呢 如果它的樓高超過20層樓70公尺的話呢 它還是依法是必須要實施這個環境影響評估的 那在這個社府用地的部分呢 如果說住宅區的大樓是超過30層樓100公尺的話 它也還是要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的 好 以上先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好 謝謝 以上是有關都市計畫的東西 我們其實沒有那麼黑一下 而且都是計畫每一本東西或是作為會的審查 那以上的說明 那請問環保局有沒有補充 沒有補充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開放三黑題目好不好 有沒有哪一位是新 沒有 以前沒有發言過的 都是嗎 都是這樣 好 那後面這位先來好不好 不好意思 是有 Wherever 我們坐太動作